看看新闻网 广东海事局目前正在派船参与搜救 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记者李斌 李斌你好 你好主持人 那么广东海事局的打捞船目前的位置是在哪里 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那这个海巡 广东海事局是受到根据中国海上搜救中心的指令 是在8号的晚上9点 指派海巡三一船是从广东的冒民出发 那是昨天中午到达三亚 在昨天下午的大概5点多 从三亚离开 在驶往这个疑似海域 那目前这个位置应该还在海上 大概预计的一个到达时间 是明天下午的大约5点钟左右 那这一艘海巡三一船是携带了海事直升机 声纳定位系统 实力仪以及测扫声纳 它们分别是用于寻找飞机的黑匣子 用于扫描金属目标 还有扫描水下物体的 那目前中国海上搜救中心 已经指定了这一艘海巡三一船 是作为现场的一个搜救指挥船 是负责组织和协调在这个海域 执行搜救任务的以下几艘船 分别是南海救101 南海救115 以及中国海警3411 以及过往的商船 那同时广东海事局 还是会继续通过这个 传播自动识别系统 和海岸电台 通过各种方式 像在南海航行的这些传播 通报马航的失联信息 要求他们认真瞭望海面 一旦发现相关情况 就要报告这个海上指挥船 好的 李平 那么其实在现场搜救 还是非常有难度的 那么多艘船 40多艘船船 飞机 20多艘船的飞机 都在现场 那么但是问题 说要搜救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知道 就好像说 打个比喻 在人民广场上 在天安门广场上去查 一枚硬币 非常难度大 1 3 3